一名19歲零星男子出現在 仁舍集團名單裡 就這麼剛好8月初 他跟房東說要退租出國 卻留下爛攤子給房東收拾 十幾天後他的父母一約 來到租屋處 要帶走兒子的個人物品 但爸媽到現在都不確定 兒子人在哪裡 怪的是一開始爸爸向房東說 兒子非柬埔寨要退租 但媽媽說兒子是跟他講要去英國 兩個完全不同的地方 19歲臨男人到底在哪 後來他跟我講說他人沒有在柬埔寨 人是在緬甸 但我們掌握可靠消息指出 零星男子出境記錄 都不是這幾個國家 他是飛往阿拉伯 雖然警政署在8月11號通令 全國各分局派出所 針對4000多名出境 留在柬埔寨的國人的家人 要做家戶訪查 但零星男子在台中租屋處的 轄區遠景說 柬埔寨加戶訪查名單沒有他 苗栗戶籍地 霞虛遠景也說 他們的名單有4個人 裡頭也沒有零星男子 再在印證8月7號 人蛇集團可能先把他送到阿拉伯去了 不知道是否以此方法輾轉進緬甸 避開國內的追蹤 但目前警政署加戶訪查 似乎只鎖定柬埔寨 有沒有類似這種情況 撇開如果是自願者不說 是否有被騙的受害者滯留國外 現在是未知數 TVBS新聞